這就是秋天十月中下旬的艾德門頓 是不是跟你想像的有點不太一樣啊 今天到這兒來找熟人的 到他的後巷去看 大家有沒有決定場景比較似曾相識啊 你好 茂博士又見面了 你好 你好 海叔 我看看今天是十月十七號了 對 沒錯 陽光燦爛啊 艾德門頓的深秋 這算是中秋還是深秋啊 我覺得深秋了吧 跟我們想像中完全不一樣啊 對 其實我們一會看到前面的馬路上走一下 挺漂亮的 我已經拍了 這往年的話 對 你這個土堆沒了嗎 對 土堆都清掉了 清掉了 是吧 回田了嗎 已經回田了 對 因為你看上次咱們之前拍的時候 第一次拍的時候 那時候再多混凝土嗎 對對對 現在你做好了 就是都混凝土做完了 那麼現在就等於說全部回田了 工地段現在清了清場以後 今天呢我們開始 做framing的人就進來了 進來以後呢 他們的roomroom也好 他們的trailer也好 container都在這 他們工具都進來了 那麼我們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出來我們現在的木材 對 包括這種糧 這個就是I-beam 這種糧 對 來做糧的 那麼上面的包括這個塑像的板 2x6的板 這個就是用來做frame的 做框架的 對 做框架 做房子框架的 哦 都已經運過來了 沒錯 這邊的話也可以看出來 這種的就是 直接是subfloor 這是幹嘛的 地板 地板 哦 它是不是做化學處理了 應該處理過 我看它的顏色很特別嗎 對 應該處理過 對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相當於是 整個的木頭是來做這個墻的 那你這樣直接放在戶外 不怕淋雨嗎 長期肯定是有問題的 嗯 但是短期的話問題不大 就是說短期 因為特別是在 像在阿爾伯塔的話比較乾燥的 你看咱們昨天是昨晚下了一點雨 然後今天早上基本上就乾了 對 長期肯定不可以 但這裡面的有些木頭的話 木頭和木頭之間有區別 嗯 像這種木頭的話實際是 啊 你可以看這顏色 這種沒有處理過的 untreated wood 就要差一下 像有些treated wood的話 像這裡面 像這塊 你看這個顏色 這就是treated過的木頭 其實木頭的水分 渗進去很難的 哦 沒那麼快 因為我以前 以前我燒木材的嘛 在西西蘭的時候 那木材都放在戶外 風吹 再搞個一兩年才乾透呢 才能去做這個材物 那這個裡面就是最大的差別 其實我剛才跟你講的這個 這個treated和treated木頭差別很大 對 所以咱們有時候呢 我看到有些人做用這個 當然不是很普遍 有些人他不知道這個裡面的細節 比如他做這個篩死篱笆牆啊 做這個這個deck的時候 有些人沒有買這個treated wood 那不行 那不行 那幾年之後呢 特別是木頭平淡的擺 他立的還好一點 平淡的擺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木頭都壞了 就糗掉了 對 木頭不是乾千年失千年嗎 不乾不失兩三年 哈哈 沒錯 對 現在可以在這看一下 基本上 框架已經搭好了 不 已經 地基已經算交住完了 基礎牆已經做完了 然後其實有些工作 我們是看不到的 嗯 你看這個地下室下面這個管線 所有的污水管線 所有的這個管線都已經佈置了 哦 這很難的 佈置完了以後 那麼我們下面馬上就inspection 對 做檢測 這是要市政府的人來做inspection 對對 市政府來做inspection檢查 就是下樓吧 然後他們這做的還可以 然後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來 像那塊backflow wall 就這個 對 就在前面那個盒子那個地方 就相當於是 是我們這個污水出到市政管線去 但是防止它管線回流 哦 就在那個盒子裡面 等一下 就是那個金屬盒子嗎 不是金屬盒子 你看那個黑色的 哦 黑色的在蓋子那個地方 對對對 哦 然後這管線基本上就是地下 咱們這個平時到地下室 你看不到這麼管線 因為它都埋在這個地下的紅金圖 哦 你下面還做一層這個混凝土的 對 沒錯 就要做地面 地下室地面 對 那這個地面放鋼筋嗎 這個地面來講的話 是這樣的情況 啊 by code來講它不需要放 但是就說有些人個別這個喜歡的話 它會放一點 我個人建議是 怎麼說呢 你可以放一點 特別是在這個季節啊 現在天氣變冷了 天氣變冷以後呢 那麼相對來講的話 混凝土容易收縮 這個時候你放點鋼筋的 就放了它收縮 哦 對 因為天氣暖和一點還問題不大 特別現在天氣降降下 下周的話就降溫了 降溫就開始從十幾度到幾度 甚零下了 這個時候 當時我們紅金圖做完是要養護的 但你養護的時間 畢竟就兩三週的時間 之後呢 就是你為了防止它這個收縮 因為紅金圖不怕壓 它會拉 嗯 它一拉以後呢 就是你要架掉鋼筋的話 就防止它能夠開裂 啊 對延緩吧 對它不怕壓 呃這個面積大概多大 這個現在這個下面的面積的話 這個寬大概20個feet 就是20英尺啊 深度的話應該是從這到那個牆的面的話 是30個英尺 然後加那邊的4個英尺的話 大概一共34吧 大概這麼大 對這算下來 600多 600多 那就是說和平方米的話 大概就是50平方米 啊 50多不到60吧 應該差不多有60了 因為我這個比600要多一點 對要多一點啊 基本上這個第二次是兩室兩室一聽的 然後上面就開始蓋兩層 啊對上面蓋兩層沒錯 那一層60整個 那煎完的話 地面應該是大概100啊 地面上面的話是 我看看啊 地面地面是從從這個平方英尺來講的話是 1600多 哦1600多 對1600多 估計我得算一下 大概我覺得1400到1500 啊1400到150 啊 對 有時候需要換算 兩套並排 並排 對 這就是你上次說的這個 這個跟這個框架連接來 沒錯 他這個 他這個就是 防止這個怎麼說呢 就是他他為了這框架跟他連在一起 他這個直接在紅金圖裡邊 對 他們已經現在加了個板 一會他們吃完飯就過來回來接著幹了 那他這個板子是留在上面還是要拿掉啊 這不拿掉 這就定在這 他接著整個往上 哦他已經盯上去了 對他盯上去了 然後這個鐵條要上來 還是這樣 他這個frame框架起來以後 他要把這個鐵條包上來 嗯 這樣包上來這樣跟上面的房子就連在一起 對 那你估計這個上面 這個做框架大概多少時間呢 框架的話基本上三週多吧 差不多結束 三週 我們這個這個做框架這個這個團隊的人 稍微少一點 他們兩三個人吧 哦 你要人就取決多少人 這但這個團隊的話 這樣他們做房子做的比較多 基本上我看你這團隊都是兩三個人啊 啊 有大有小 framing其實可以多一點 但微生選他的 因為他們這個幹房子幹了20年經驗很豐富 然後他們以前給大的這個builder做 做custom home 就是做那種專門的custom home 然後呢 也是長年認識的朋友 所以我就讓他們來做 因為對我來講的話 我倒不太建議 這個花一點多花一周 或者多花一點錢 在這個這個框架上面 因為框架很重要 對 對吧 對我來講的話 紅金屯下面的這個基礎 加框架 這是哪個最重要的 我最重要的 我一定要找到好的槌子來做 因為其他的東西小毛筆 你靠修改 框架如果 那些做的不好的房子 你知道有時候強 他都不是直角 那人來了吧 有時候都不是直角 太完蛋了 哎他這個不用把這一層地面做好嗎 啊不需要 我們可以通過到時候這樣子 為了我們趕工期的話 我們到時候地面地下交紅金屯 從窗口往外走 我不是說他這個一樓呢 啊地面是啊 他現在做啊 哦地面就是框架 對對對沒錯 木木結構不是紅金屯的 哦 那他沒有人攪手架嗎 攪手架 他們不需要攪手架 你到時候看他們怎麼做 天哪這麼高他不用攪手架 那這個怎麼弄 呵呵看的好神奇 那他們是不是每次每到一個工具都把這個機裝箱 對沒錯 他們就把整個都用過來了 這好像是個半截機裝箱 對小的機裝箱 What's the size of this C-can 7x8 7x8 對挺好的 一般是個貨車他們 A lot harder to break into A lot harder right Yeah Have you ever Yeah Well with him he had his trailer broken into Oh 是嗎 Hundred times 3 4 times 3 4 times 6 times KG's 碰到三四次被人砸車了 Oh They just cut the arms I say That's crazy 它原來是嗎 You can there's nothing you can No we just parked the boom right in front of it Exactly 就是用車的時候會被人 沒錯 他們是這樣他們有時候用那種trailer啊 對其他一些貨車的時候相應貨車幹嘛 之類的東西 他們有人就會那個brake in 就會還有一種可能直接把你trailer拖走了 他為什麼他就買這些他就偷這些工具 很貴的 很貴的 對 你看他們的工具都不是一把兩把槍 像那種這個打丁的麒麟槍啊 他都不是一把兩把 他們一堆老外反正幹活人照的比較講究 對咱中國人來講可能幾把工具够了 他們就是 省事啊 不然他兩三個人能幹這麼多活 就是靠工具 這個工具善其事嘛 必先利器器 他是用去油的 所以他不是要通電 沒錯沒錯 哎 我們當時在新西蘭也是工地上偷東西 是吧 而且偷的建材 你說你把這個木材放這裡 他能給你把木材給偷走了 對這現在是個比較普遍的問題 就說到這兒還有一個另 最近我一個朋友那塊出現另一個問題 就說 在波尼洞那個位置 他一個房子一新年 就是印度人蓋的 蓋的房子蓋好以後呢 幾乎關工了 這時候被人放火 故意放火燒了 那對放火的有什麼好處嗎 我不知道 有時候你知道嗎 這個裡面 這就說 涉涉涉涉涉涉到這個社會裡面 比較黑暗的一面 有時候大家互相惡心競爭 你知道嗎 或者是其他一些之間的矛盾 其他問題啊 最後導致類似事情發生 那就得買保險呢 買保險的一個方面 但是我那個朋友說 他當時看到那個 就說那個房子的這個 developer來了以後 坐在地上庫移子 因為他花了很大的心血去蓋這個房子 所以說呢 就是是保險是你可以從經濟的角度 可能會有些保證 但是另一方面的話 你蓋一個房子 大家都花了很大的心血了 對這個時候的話 這麼長時間 大半年的時間 我覺得還是會很難過的 那肯定的 我想這個 而且有時候 但我還有懷疑會那種情況 你說可能是他們同行是吧 不是每個人都會買保險 那倒是 還有一個情況是 有些人不一定買到對的保險 對 因為保險你是這樣子的 peace of mind 但是有時候出現什麼情況呢 你以為你買的保險 可以靠保證你的 等到你真正去理賠的時候 你才發現 哇 這樣不行 那不行 什麼條件 保險公司也不是死散幾個 對 所以你買保險的時候 大家還真得注意 這個具體到 不管是你是買房子保險 還是建築保險 你還得跟那個保險公司 具體要去詳細的問清楚 他什麼樣的條件 但是說實話 很多時候你沒經歷過這個事情 你都不知道問他什麼問題 沒錯 你都不知道該保來些東西 包括水煙啊 包括這個什麼這個風災 但是你會想到有人去放火 對吧 這屬於crime 所以好的這個broker很重要 沒錯 就是另一個 然後我們在這個房子蓋的過程中 做另一個工作 就是因為我們我跟上說的 我們這後面要蓋後箱屋的 嗯 所以後箱屋呢 那就說大家有人問 那後箱屋這個管線 啊 對你的那邊 這裡還要蓋一套房子 對這在後面要蓋 這在後面蓋的話 這是因為現在前期的話 你看我的工地 這個空間很有限 對吧 對 所以那我就只能說分部蓋 我是下一步的話 基本上在這 你看就說 在這個位置 你可以看這個墻 這個墻墻線了嗎 這個啊 那我插兩個桿子 那麼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我這個房子的這個位置 開始 後箱屋的話 那麼到這個位置 就我現在水 你看到我家 這個這個這個 埋了水管 我埋了水管 這是浴埋的是吧 浴埋了 浴埋了上下水管 啊 但是水管的話 這個看起來很小一點 工作 但我可以這麼講 我們這塊地的話呢 相當於是 已經把這個地啊 全部都翻了一遍了 為什麼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在相當於是八個廢坡 八個廢坡 對八個廢坡 大概兩米多的位置呢 埋了 你是往下兩米多 對 兩米多挖的很深 然後還有污水管 污水管相對 埋的淺一點 那這又涉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有人說在加拿大蓋房子貴 為什麼 原因之一是我們在上下水這塊呢 啊 對 那邊也深得多 花的這個精力 從開挖角度 回天角度 這個功夫呢 遠遠比這個其他的地區 叫熱帶的地區 溫帶地區要大得多 為什麼呢 因為 當中那麼這個蓋房子的話呢 就說污水管還好一點 因為它不只成壓的 而且污水管基本上 多半進去的東西就排走了 所以它埋身可以淺一點 但是你要從這個上水的水管的話呢 這個水管的話 一般它是有壓的 而且壓力還蠻大的 但是 那這個如果一旦要動了以後 它這個可能性會破的可能性 就會大 那麼這裡面是有人會說 基本上如果你看這個政府的這個標準的話呢 是 阿波大政府的標準就是說 它這個foss line 我們就叫這個地下這個動容的這個線呢 基本上地下是六個 對 六個英尺 就相當於六個英尺 啊 那麼這個 但是有些人呢 包括這些現場呢 很多就有不同的不吹 所以你要問他 每個人的說法都不一樣 那我們最後 比這個六個費 還挖得更深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對這個問題呢 就是專門跟一個 常年做類似基礎的英尺 你也聊過 之前聊過這個問題 他的建議是 不光要達到政府的這個標準 還要再多一點 為什麼呢 你房子要五十年的時間 最好 咱們要住五十年的時間 甚至一百年對吧 小孩們有老房子一百年了 那麼在一百年中間的話 雖然說現在天氣好像溫室教育慢了越來越熱了 但你很難保證說沒有 那只要哪一次啊 你就炸的了 有一次啊 對吧 你就下去 它這個情況這樣子呢 如果冬天下雪 雪是有相當一個保溫的 這時候呢 它反而那個地下的土呢 不會凍得太深 對 但是如果雪要是沒有了 哈哈 凍得又會深 還有一種情況是 每個地方呢 這個地下水位不一樣 地下水位高的地方呢 它冬天凍得容易深 對 地下水位全都要凍得少 因為水一個界子 不讓它走 對 對這樣的情況 那麼我們現在挖了八尺 就是八尺的部分 我們可以保證這個東西沒有問題 之所以挖這麼深 還有原因是什麼呢 你剛才講到了 就說我們後面要 提到我們要蓋後巷屋了 那等我把後巷屋放在這個位置 我跟前面房子之間 這個距離呢 很窄 那麼我旁邊呢 到時候 我能夠做到最多的大家 這麼寬 就是這個平址 那麼如果任何問題出現以後呢 我沒法把大型機具開進來 就在那裡 那我得全靠人工去拆挖 如果說 啊這個次數太棒了 這個成本 就太高了 並且這個時間經激要 而且我後面這個位置 還會做DEC 所以真正我能用的空間 就三米 所以幾乎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萬全的 就是為什麼挖的空間 就是要加buff了 沒錯 沒錯 哎呀這個茂博士啊 這個以後蓋房找你啊 沒事 反正都是大家一個不斷 你要是對愛德蒙頓這邊房展投資啊 這邊翻進新房啊 或者自己蓋房的感興趣啊 先加海蘇微信 Canada9969 然後我把茂博士推開 這個要不要搞安全措施 是他們自己的責任嗎 跟你沒關係 一高人膽大 我幹多了 就這樣了 你看那麼多穿短袖幹 哎老茂啊 你怎麼認識這些 鎚子 這些這些 這個鎚子的話 這樣子的 這是Curl可能是Cham Cham是我的律師的老公 啊 對 老婆是律師 沒錯 一小時大概是好幾百塊錢 我們認識大概十年的律師了 然後是 吳一龍之前有一次 啊 他跟我聊起來 我在我說我在蓋房子 然後律師說 哦 他說那我老公是 專門是做這個framing的 哇 對 這在中國中組合幾乎不太可能 在加拿大的話 這種情況會出現未成的 咱們上次說的老體道挂的問題了 在加拿大這個地方的話呢 也是有老體道挂的 也是有老體道挂的 因為他們這樣幹活的話 我算了一下給他們 他們大概作為framer的話 一年下來 大概能夠整個十個 估計二十萬算價 二十萬價 取決於你是不是一直幹 因為像他們這樣子 他們是一開始是 啊 克克之前是CAM的這個 這個頭 啊 他們在給一個私人的builder 一個大builder 做這個custom home 就專門做那種大豪宅的 啊 然後後來呢 看不出來幹 然後把克帶起來 所以現在克在給CAM幹 哈哈哈 然後呢 他們現在主要做什麼呢 做這種 啊 給這個大的developer 現在做的 不是custom home 就是standard home 他們做的標準 標準化 對這種方向stirling啊 像其他一些的builder 所以呢 對我來說正好 那你就來幹 因為他們幹的時間蠻久 而且我可以 咱們剛才講 看他trailer了 我第一次跟CAM在看見的建築 我的最大印象 第一點 very organized 就是他非常的龜角 所有東西都收得很整齊 對 幹的活本身 你活都可以幹的 就發現他們做出來的活比較龜角 因為這個房子算不結構 照他來的話 非常的關鍵 對吧 你經常 好多人可以搭房 但是有些人搭起來 不是直角 牆都是斜的 對 那像他們的話 在這方面我肯定 我太有擔心了 所以你選擇這個 這個風鈴的時候 選擇退的時候很關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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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中國的去 當然是 是會變 好 對 對 對 他們幹的還挺貌勤 他一個人做梁子 一個人做板子 一個人做板子 這幹嗎 四塊 這一塊板子估計得多重嗎 肯定不輕 哇 這個拖腦機厲害啊 手臂的聲這麼長 專門於木頭 他都還沒伸出來 他給筆子再伸一輩子 所以兩個人 兩週時間是吧 三週 三週 兩個人三週 就能把這個 房子的這個框架全給你弄好 那邊樓梯都运過來了 這個他們在丈量是幹嘛的 他們現在拉一個對角線 就看著房子是不是這個 這個這個 方正的方正的 對 因為你這個 拉這個距離本身 不要在側邊要拉 你就知道這個邊有多長 多寬對吧 但只有拉對角線 他們才知道這個房子是不是方正 因為這個對他們來講 實在上不行 或是有些影響 這拉斜線怎麼知道 算 算嗎 兩側一樣 如果方正的話斜線拉過來 應該距離是一樣的 如果不方正的也不一樣 對 如果不方正的也繼續幹 那我不知道他們怎麼調 我清楚 但是這個 剛他們已經說過 這個房子的Fundation還不錯了 對 他說他們有 但有時候他們你知道嗎 這是普通的contract之間區別很大 他說他們這個項目之前 這個Fundation就做的很差 他說這個還不錯 他們剛這麼多年下來 兩年合在一起 大概三四年的經歷了 他們大概一看就知道這個東西 大差不差 還想把房子 由這麼方形變得稍微有點偏 是吧 完全有可能 因為會跑模 中國的話叫跑模模板跑模了 哦 模板沒固定死 在壓力下面有點變形 對 它整個 包括在下面支撐的時候 沒有固定死的話 火凝土因為是很重 對 它完全就是膠著的功能會偏 那是 我們要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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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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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